現在里浪的柯文哲 未來會不會是民進黨很大的敵人 對手啦 不要講敵人 我覺得現在應該是說 民進黨已經養虎 已經換了 已經是換了 對 那現在就變成說 這個 這個 越來越多了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柯文哲現在他的確掌握到 是一些綠營的年輕時代的票 我覺得年紀大的人 對他極度的反彈 他對於一些年輕的 網路的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淺綠的票 他是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民進黨真的如果派人出來 那有可能會瓜分到綠營的票 反而是讓國民黨 所以你在講 民進黨現在是在飲鎮止渴 我覺得現在來 一碗毒水 但是喝了馬上結 應該是這樣講 小英的政治利益 可能跟民進黨有些人的政治利益 並不完全相同 就是民進黨很多人說 我們要自己派人 派人 那當然有一種情緒啦 或者你可以說他是一種 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就是我們認為怎麼可以支持 柯文哲 柯文哲 但是從小英的觀點來講 他的利益來講 民進黨自己派人來講 是不利的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政治到了